這是鼻煙壺 對 這個 本來如果說這個單件的話 我是不會買的 因為這個是收藏 但是它是做成 我當初看到它的時候 它做成這個鏈鏈 我就覺得 只要能佩戴在身上 我覺得滿特別的 然後這個又能收藏 然後又能夠佩戴 我覺得很值得 蕭蕭姐的桶味很特殊 都是佩戴男生用的東西 這個鍵位也是男生用的 這個鼻煙壺也是男生用的 也是男生用的 這個鼻煙壺是以前 清代的時候吸鼻煙的 這個裡面有一個小茶匙 裡面裝了鼻煙 真的 就是咬這樣子 放在手裡面吸一下 以前抽煙 我們吸煙很多方式 有抽雪茄的 有抽我們的捲煙的 也還有一種就是吸鼻煙 這個吸鼻煙在17世紀 到18世紀 歐洲貴族最興盛 然後傳到中國來 就變成中國人的習慣 那這上面是脆 下面這個呢 下面這一塊是白玉 是白玉 然後我剛剛看了 這個是老公 所以這間鼻煙壺也是老的 是清代的 因為鼻煙壺都是清代的 都是清代的 或者是民國以後的 真的 有個勺子 勺子對不對 勺子 你看 挺有趣的 挺有趣 按裡面是空的嗎 對 空的 裡面是裝鼻煙的 對 裝鼻煙的 所以你買的時候裡面就是這樣子 我們請見價 我這個買 5萬元 5萬元 你買多少錢 差不多了 6 7萬這樣 對 因為它這上面的 雖然是老公 可是它雕的花紋 不是太細膩 OK 所以這裡牽涉到 它上面是雕什麼 我們看一下 雕一些花草 好像有點福祿壽的意思 對 花草 好 OK 都很保值 都賣對了 我覺得 很安